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跟國發會 其實都有回應說 這次的RCEP簽訂 其實對台灣相關的產業衝擊是小的 因為相關的有一些關稅壁壘的部分 其實很多產品 其實包括這些資通訊 其實有七成以上 其實相對來講影響是比較少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其實這樣的態度是過於樂觀 針對一些傳統產業 中小企業 包括我們現在談到的石化 紡織 鋼鐵 甚至是我們的所謂的工具機 其實這些相對來講技術門檻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說這些民生基礎的產業 它相對來講關稅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跟我們回到剛剛在講的 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在2016年推動 我個人是認為這一個的政策 基本上的方向沒有錯 但是做法上確實沒有達到具體的效益 不管是這個南向政策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跟當地的 越南 馬來西亞的一些產業合作 其實就是要想辦法在大環境之下 能夠加強我們的產業競爭力 我想將來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還是會繼續深化 那沒有辦法加入阿塞的話 就必須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包括產業跟產業之間的合作 那除了關稅之外 當然阿塞下面有很大的一塊 是屬於非關稅的一些合作 那這些合作的話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透過政府 透過這個工協會 或者是有這個公權力的一些 這個對口單位來洽談一些合作的事項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加強雙方的合作 然後降低它的衝擊 對外的投資 大部分還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在這幾年其實還比馬政府下台的時候 還要稍微增長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在經濟上台灣要脫離中國大陸 目前是非常的困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突破呢 我看政府應該有一些比較積極的做法 如果有關稅壁壘的話 這個部分會造成一個障礙 但是我們也要鼓勵 就是說如果有台商要回來投資台灣的話 應該是把握就是說 回來成立這個品牌或是技術 還是說相關的研發中心 把相關的專利還有關鍵的技術所在台灣 後段的加工 我們可以配合我們這些新南向的國家 包括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 新加坡 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很多台商在當地布局都已經二三十年了 應該後端可以供應鏈跟他們來去做整合 我想這個是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務實可以配套的一個作業 過去以來呢 不管是我們跟東南亞直接的合作 或者是我們跟日本的企業在東南亞當地的合作 其實都有越來越深化 所以RCEP的成型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台灣跟東南亞之間的合作 不管是在東南亞當地市場深耕 或者是到其他的RCEP的市場 這個進軍或拓展的話 其實已經都有很好的模式 我想將來這樣的一個合作 只會繼續的深化 如果沒有中國大陸對台灣進入RCEP 有一些積極的做法 比方說我就承諾我要幫忙台灣進入 那當然他不可能無條件的來幫忙 如果他能夠幫忙台灣進入RCEP的話 那我們民進黨的政府願意接受 或所謂的九二共識 那這樣的話 如果雙方在這方面能夠達到默契的話 我想比你其他任何的嘗試 都要來快得很多